今年的双降是从10月23号到24号 这个节气要做到四不动三要吃 双降节气是今年的第18个节气 双降这个时候的早晨气温更低 温度比寒露是冷了很多 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双降 那双降一到呀各地都即将进入冬季 向偏远的东北西北地区更是已经下雪了 那这个时候保护身体 您一定要做到四不动 首先不动脚 老话说白露不露身 双降不露脚 双降一到就要注意我们的足部保暖了 切记呀寒从脚底起 这个时候多用热水泡脚有好处 第二不动头 外出的时候要考虑戴帽子了 并且洗头的时候呢 用水要比平时稍微热一点点 一旦走路出汗 也千万不要让头受凉吹风 中老年人身体弱的人尤其是要警惕 第三不动肚子 肚脐儿一旦受凉很容易出现腹部的不适 尤其是特殊时期的女性更要注意 第四是不动关节 这个时候的冷风最容易伤关节了 尤其是中老年朋友要及时套上呼吸 有备无患 这老话常说呀 春夏养阳 秋冬养阴 双将时节咱们老祖宗推崇的这三种粥养阴防灶非常养生 也一定要记住哈 第一个芝麻粥 古人说了秋之灶 以食麻 以润灶 尤其是黑芝麻 养生作用更是众所周知 第二 离粥 用离煮粥熬汤 绝对是秋季养生的必吃啊 养温过后呀 也是女性朋友自身保养的好时候 有一个好的身体 才会有应对生活的底气嘛 所以一定要多喝这款女神粥 接下来教大家如何制作女神粥哈 取黑米 红米 糯米 加上红豆 花生 桂圆 红枣 枸杞 隔水呢 炖上60分钟 一个星期喝两次 如果你自己不会搭配的话 没关系 在这里呀 可以选择这款女神粥 它已经帮你非常科学的配比好了 点击屏幕下方 从今天开始 用它来好好的爱自己 这四不动 三要吃 您都记住了吗